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好声音第九季全国总冠军 李健和单英纯是师徒 单英纯在李健的指导下 夺得好声音第九季总冠军 如今已经成为新生代歌手中的佼佼者 实力得到广泛认可 人气居高不下 有网友注意到了 李健都能带着单英纯参加生生不息 为什么却不见李克勤带着他的爱徒 同为好声音总冠军的五颗月参加生生不息呢 五颗月作为粤语歌曲的后体之秀 在好声音第十季节目中 几乎全程靠粤语歌曲参赛 最后更是夺得好声音第十季总冠军 成为节目史上唯一一个粤语歌曲总冠军 芒果台音宗节目生生不息港月季 在上周开播 首播便取得了很好的口碑 节目播出后更是抢占了多条热搜 不过有部分内地歌手由于粤语不是很好 也遭到了质疑 其中通过中国好声音出道的单英纯 在首期节目结束后 便有不少网友表示 第十季总冠军五颗月比他更适合上这档节目 单英纯和五颗月都是通过中国好声音出道的歌手 其中单英纯是2020年的总冠军 而五颗月是去年2021年的总冠军 两人目前发展都不错 特别是单英纯可以说是发展势头最强的总冠军 不过在粤语歌曲方面 单英纯肯定不如五颗月 毕竟五颗月本来就是香港人 在参加中国好声音 期间基本上都是全部演唱的粤语歌曲 而通过他演唱的粤语歌曲 也让很多导演看到了粤语歌曲的市场 有不少导演也正在策划粤语歌曲节目 因此网友认为 他比单英纯更加适合这档节目也很正常 节目召集来自中国香港和中国内地热爱港月的16位歌手或组合 分为男女两队 并且通过主题竞演进行对抗 而每期节目的嘉宾都会有个别嘉宾进行变动 而根据知情网友透露 五颗月将会参加第二轮主题竞演 从爆料来看 五颗月将演唱陈慧贤的《情一节》 这首歌是陈慧贤2003年发布 并且收录到同名专辑里面的歌曲 当时这首歌曲并没有引起多人关注 不过近年来 翻唱这首歌曲的人越来越多 这次五颗月会带来怎样的全新演绎值得期待 除了五颗月之外 单英纯在第二轮依然参加 她很有可能是常驻嘉宾 但毛不易第二轮并没有见她的歌单 因此她很有可能录制一期就离开了 而取代她录制第二期的 也是通过中国好声音出道的歌手 西林娜一高 三位好声音学员同时参加芒果台节目 还是首次 而且目前三人人气都很高 值得期待他们的舞台